有一次主持人问邹兆龙 黑客帝国的分红 你现在还在收吗 邹兆龙说 只要这部电影有播放 我都有收益 两集十几亿美金 比当初的片酬还多 邹兆龙被称为最能打的反派专业户 并且他曾经毫不留情地放言 在电影圈没有一个人是真功夫 成龙李连杰真子达没有一个是真功夫 只不过我们喜欢了 就把这些当成真功夫 实际上有真功夫的人 都在山上修行 邹兆龙18岁的时候 被洪金宝赏识 洪金宝对要去服兵役的邹兆龙说 好好当兵 出来后我把你带到香港去 果不其然 还没有退伍 就收到了洪金宝给他寄来的合同 顺利地进入洪家班 结束一直跑龙套 当武打替身的生活 洪金宝非常赞赏邹兆龙英汉形象 和扎实的武功 便为他打造了三部正面形象的电影 但是不知道为何 三部电影都没有打响名气 反响平平 直到后来 邹兆龙演了一个反派警察的角色 才让观众记住了他 随之而来的全是反派角色的邀约 从此之后 邹兆龙的反派出演一发不可收拾 他的片酬也随之水涨船高 他在《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中 饰演的宋青书 奸诈狡猾 让人恨得牙痒痒 后来又遇到了李连杰 两人接连合作了好几部戏 中男孩保镖 给爸爸的信 冒险王 不二神探等等 这些电影更加奠定邹兆龙 在香港电影界最能打的反派专业护称号 邹兆龙虽然功夫了得 演技也没得说 但是90年代的香港电影界 最不缺的就是武打明星 而且总是演反派 邹兆龙觉得自己的演技始终没有突破 1999年 邹兆龙决定放弃香港的事业 去美国发展 他拍戏的原则是绝不再演反派 他说 我在内地 在华人市场 你找我做反派无所谓 因为大家都华人 但是在这里 对不起 我都不可能做反派 艺术不分贵贱 但用艺术的方式来践踏我们的民族 我就不可能接受 这一番豪言壮语 让邹兆龙受到了大家的赏识 2000年 邹兆龙有幸在 黑客帝国剧组担任武术指导 黑客帝国二开拍时 剧组想邀请李连杰出演先知 但是因为片酬的问题没有参演 后来他们想到了同样是亚洲面孔的邹兆龙 邹兆龙这一次出演 让他摘掉了反派的帽子 出演了一位正面人物 而且表演相当出彩 面对一群国外的明星也毫不逊色 邹兆龙的一整套漂亮的武术动作 被美国好莱坞存起来当范本 而且签约的时候剧组承诺 只要这部电影被播放 邹兆龙就永恒得到分红 如果他不在了 他的子孙后代也可以继续拿到分红 有一次主持人问邹兆龙 黑客帝国的分红 你现在还在收吗 邹兆龙说 是的 只要这部电影有播放 我都有收益 两集十几亿美金 比当初的片酬还多 2007年 导火线导演叶伟信邀请甄子丹参演时 甄子丹考虑了一下说 我可以演 但是我得提一个条件 找一个最能打的功夫明星过来 当我的对手 叶伟信问他 你最看好谁 甄子丹脱口而出 邹兆龙 叶伟信一听 也十分赞同甄子丹的提议 两人一拍即合 甄子丹随即就给邹兆龙打了电话 邹兆龙虽然已经离开香港七年 但他一听导演是叶伟信 在想到叶伟信和甄子丹是魔幻组合 当机立断回到了香港 导火线中 甄子丹和邹兆龙 有一场晋升搏斗的场面 那真叫一个爆 速度之快 功夫之精 打得真实 摔得更真实 让观众看着简直肉疼 不过更多的是过瘾 电影拍完之后 邹兆龙对甄子丹说 我也许不敢再接香港动作片了 这可是算他二十年电影生涯中 从武师开始中 到替身 后来成为了演员 拍摄最艰苦的一部电影了 邹兆龙不单是精神方面 连肉体上也受到很大的创伤 电影杀青的三个月间 邹兆龙一直在疗伤 拍摄的时候又要注意力度 又要保证画面精彩 所以免不了会弄疼弄伤 还要从不同的角度拍摄几次 受伤就更是难免了 可能是因为形象的问题 邹兆龙只能在演反派的时候 才大放异彩 不过李连杰 成龙 真子丹抗衡的 非邹兆龙莫属 仅凭一部戏就能挣一辈子钱的演员 也非他莫属了吧